2006年渡哈亞運 中華隊曾經逆轉勝打敗了日本 首度奪下金牌 當選舉國欣喜肉狂 今年仁川亞運是最後一次有棒球比賽 中華隊24人名單來自四面八方 希望為台灣在亞運棒球項目再奪金牌 跑步熱身再練投 每個動作都要做得精確 韓國人穿亞運倒數計時 棒球項目最受到國人關心 中華隊24人名單網絡了國內外各方精英 投手陣容包括旅美小熊隊王耀玲 以及中職義大羅家仁人等十名好手 投手教練謝成勳說 今年投手最大的優勢就是球速快 因為我們這次選手 因為棒球這邊有找一些情緒 去找那些以外的投手 那些比賽的片子 他會不會看到一些年輕選手 球球到底最好手方面就走得不錯 就蠻有潛力 所以我們要去前進來 但你做到這裡更擔心 我覺得應該是後面的 因為畢竟我應該習慣就是後面的角色 所以就要看教練怎麼聽他 就按照自己的投球下去投吧 因為比如說他是韓國就怕他這樣 我覺得他們搞不好他們會更怕 我們說不定 所以就不要想那麼多 內野手方面四年前也曾入選廣州亞運的郭炎文 再度披上國家隊戰袍 他坦言這次壓力和責任都加重 但一定會努力達成目標 比賽就是想要贏 然後不管教練把我定位成什麼 我就是盡量去完成這樣給我的工作 這一次來的選手都比較濃急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是會想跟他們學一些 他們在國外學到的東西 就是互相切磋 然後互相學習怎麼克服的這些壓力 正因為球員來自不同隊伍 當務之急就是要先培養球隊默契 國際賽經驗豐富的捕手林昆森說 球隊氣氛很重要 至於打擊方面 總教練呂明慈表示 本屆中華隊選手左打者較多 會做頭再加強訓練 職業打者們穩定性還不錯 但業餘選手還需加強 就看臨場表現 好像幾位職業選手 他們都是很穩定的狀態 所以職業選手是比較不擔心的 那業餘的選手在打擊方面 有一些還是不是很穩定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會盡快去加強 呂明慈分析 仁川亞運前兩戰分別對香港和泰國 要拿下比賽難度不高 重點還是放在預賽最後一場 對上南韓的準決賽以及決賽 教練團也陸續拿到 勤搜小組提供的日韓比賽影片 將利用最後集訓時間 讓選手們好好觀察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要在亞運末代棒球比賽中 再次奪下金牌 記者王維雄 雲林報導